世界白动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闻平台 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al 您对澳洲留学民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叫我们有新的video 新的消息 零多地收取的最新的情报 OK 我们今天的影片 周末时间 最近发生非常多的事情 尤其是在澳洲的这个留学业 所以我们昨天还有 当然还有一连串 都非常非常不好的新闻 跟大家这样报道 那当然很多的粉丝们朋友们 就留言给我了 那我到底该不该留学澳洲呢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 怎么怎么这种问题变成一种大灾问了 从来都20年来 从来没有想象过这种东西 要留学就去啊 花钱是老大 对不对 怎么会到今天变成留学好像留不了了 真是奇怪 又不是不给钱 但是呢 好奇的是 现在的这些很多国家 不是你给钱它就OK的呢 那当然这个相对的反应到 这个社会和经济体的里面 另外一面 很多东西呢 不是用钱就可以解决了 那当然我们来看 我们今天的这个影片 就来了解这一块 首先呢 我要先告诉大家 在新的这个机制里面 其实以前的留学也是一样 只是后来放了很宽松啦 每一个人 你都有一本护照嘛 对不对 每一本护照的背后 在澳洲的移民系统里面 他都给他编上他的level 等级 等级就1到3 1是最好 3那就 嗯不是那么好 因为可能一些黑记录非常之多 那当然你要先了解 你的护照是哪一种等级 那第二呢 就是你要去选择你的留学的课程嘛 那我们之前很多影片讲到 哪些学校被降级啊 100多个机制院校变降级啊 那我们来举个例 如果你的护照类别是level 3 好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再去选择一个机制院校 私立学校 然后刚被降级变level 3的 那会发生什么事 那其实答案很简单 这样子会发生什么事 基本上就是 浪费钱 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丢进去等于捐钱给政府 因为澳洲移民局不会退钱 相对的 学校有可能会退 但是学校 也有可能收到钱 倒闭啊 倒闭钱就回不来了 所以要非常非常小心 OK 所以level 3加level 3等于no no no OK 那当然很多人问说 如果我是level 3的passport 我选择level 2的学校来报课程 那会不会比较好呢 那当然会比较好 但是呢 你的捐钱率还是非常高 我们第一个呢 我们应该要先consider的 如果你2024年 还有未来你想要去澳洲留学的朋友们 首先我们一定先concern的就是说 consider是level 1的学校 那当然很多人会说 那level 1的学校不是都大学了吗 没有什么好选择了吗 实际上是没有错啊 首先我们已经呼吁大家呼吁了一年 计职院校会有很多的问题 会慢慢的产生 去年的7月澳洲政府就上新闻 讲到Ghost College 已经在讲这些东西 大家就要非常非常之小心 所以我们第一个preference 一定要先选level 1 category 1的这个学校 那当然第二个才是level 2 那第三个当然我建议都不要去选 选了你基本上就是浪费时间 浪费钱也浪费生命啊 那好那我们再讲另外scenario 如果你的护照类别是level 1 OK 那我可不可以去选level 3的学校呢 当然啦你如果想要的话 no problem还是可以的 当然你的成功率会比你level 比起level 3护照的人去选level 3来得高 但是我们也不建议 我们通常不建议 第一呢留学跟移民这件事情啊 人生的旅途里面做不了多少次啊 大部分的人都是一次 那两次的不太多 三次那又更少 所以这个是人生十字路口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点 那如果这么重要的话又要花那么多的钱的话 为什么不好好的珍惜这一点点的机会和时间呢 所以还是一样 你如果是level 1的护照 你选level 3 yes 会比比较好 但是还是有很高的拒签率 选level 2 OK 但是你选level 1 你才知道你之后 在今年之后 从现在开始往前看的话 你如果要留学的话 你该做怎么样的选择 不是说 那今年就不要做了 你们等到下半年 下半年可能政策会出来 当然你如果 你还没到meet requirement 上一个影片我在讲是说 如果 因为他们的这个签证requirement拉高了嘛 你如果requirement还没达到标准的朋友们 OK 你当然是先暂停标办 先把你的requirement就是英文的部分拉高了 再办理 然后再去留学 这样才是 这才是王道 还有一点是 如果你已经被拒签 刚被拒签了 也不要马上再resubmit OK 你应该reconsider你的circumstances 你现在的情况 是不是换一个课程 先把原有课程的费用退回来以后 换另外一个课程 然后强化你的语言 然后再重新办理 这样才是真正一个好的方式 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其实有 一样的新闻 那当然这个 也不是说 跟前面的新闻有什么太大差别 不过我觉得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它其实内容 跟我们之间谈都一样 反正就是 学生变少了嘛 那不过它重点是它的title title写什么 title说 labor determined to have record past post pandemic immigration 什么意思 就是说 现在的执政党工党 虽然他们刚上台的时候 意向是要大量的开放移民 不过 他们现在已经方向急转弯了 又法夹弯了 哎呀 这个澳洲移民政策真爱法夹弯 我记得之前前任政府 它下了一个政策以后 然后因为疫情也是法夹弯 现在这个政府2022年下半年以上上任以后 先开放 现在又在法夹弯了 所以真的是移民这一档事 真的是好麻烦啊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一个频道和节目 让把这些东西更透明的分享给大家 那换句话说 未来的移民的数量数额 但不只是这个永久居留的这个配额 他们连零时签 其实零时签的人是最多的 200多万人 他们要把这200多万降一半 也就是说100万大概那个地方 那这100万会降多少呢? 第一呢 学生签证的人就有 我忘记了好像有六七十万人吧 那要降到一半啊 所以呢 你会看到他们为什么把政策拉高成这样子 当然我们还在等 接下来的这个技术移民 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新的政策出台了 那在此呢 我也就是简单的 我们在这个影片里面 跟大家解说了一下澳洲现在的留学政策 他们怎么去评分你 怎么去评这个签证批与不批 所以你如果了解了这整个的政策的走向的话 那对你来说你去报学校的话 你才不会又碰壁嘛 尤其是现在不是每个人都会批的 当然我们也有这方面的服务 如果你需要这样子的 有这样的需求的朋友们 欢迎您填写我们荧幕右下方的这个免费咨询的 咨询 预约咨询的这个链接